在华府地区为侨界同胞们服务了四年半的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因任期已满即将回国 今晚在汉宫大酒楼华府各界人士欢聚一堂 共同欢送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并欢迎周鸿参赞贤副总领事吕欣 出席本次活动的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贤总领事朱瑞明 参赞贤副总领事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周鸿和200多位华府侨界代表 周润明参赞贤总领事发表讲话 对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过去五年内用心用情建设华府社区 促进侨胞社团发展提出了充分的肯定 并对周鸿参赞贤副总领事未来的工作表示期待 李明参赞在使馆工作四年多 代表使馆也代表国侨胞在这里为侨胞服务 跟大家跟侨团建立良好的关系 跟侨胞也建立很深的情感 周鸿参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相信他也会像李昌一样 把我们侨胞的事情放在心上 把我们侨胞的事情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来做好为侨胞服务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的工作好不好 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在讲话中 对华府华人社区为他工作所做的配合表示感谢 并期待未来和华府的朋友们再相见 我这次回去以后也还是做侨五工作 我相信还会有机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也许碰到谁 肯定的 我也希望我今后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侨胞的朋友服务 更好的为大家工作 希望我们大华府的侨胞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更上一层楼 新任周鸿参赞贤副总领事第一次在华府活动中发表讲话 他对李明先生的工作表示充分赞许 并决心热情真诚的为华府侨胞服务 在接下来的四年的时间里 我要以李明参赞为榜样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侨五工作 做好为大家的服务工作 像李明参赞主族的那样 结交更多的朋友 让他张艺参赞等许多侨五工作者 在这里的友谊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 作为侨五工作者 特别是在使馆为侨胞直接服务 我将用心用情用力来做好侨五工作 为侨胞服务 我们大家携携手来 来为促进中国和美国的友好交流 大家一同来努力 随后伴随着一段李明参赞工作记录的视频 在座的各界侨胞共同回忆了 李明先生在职期间 对华府侨界的点滴付出和贡献 各联合会会长向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 献上由华府华语赞助 并赴有华府各界侨领签名的相框 和华府华语精心制作的视频光碟作为纪念 在座的宾客们纷纷举起酒杯 祝贺周虹参赞贤副总领事上任 并祝福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 未来旅程一帆风顺 最后李明参赞贤副总领事 献唱一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带领在座宾客感受自然之美 周虹参赞贤副总领事现场好久不见 表达送别老朋友迎接新朋友的心情 在场嘉宾纷纷拍手叫好 现场高潮迭起 气氛热烈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 夏诗林为您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